中東衝突升級 觀眾朋友 就在昨天我們看到了 真主黨對以色列祭出了 320枚火箭雨的攻勢 他們預告接下來 還要進一步 狙擊以色列的科技金融的心臟 特拉維夫 以色列宣布全國進駐的緊急狀態 今天宇軒帶我們來看到 真主黨他可是伊朗手下最飽悍的小弟 堪稱地表上武裝最齊備的 非國家等級的團體 武裝團體 甚至他號稱可以打擊到以色列全境 他率先發難了 接下來會不會整個伊朗聯盟旗下 對以色列大亂鬥呢 以色列跟真主黨事實上 過去不是沒有發生戰爭 但最可怕的是說 這一次發生的戰爭兩邊 都已經不再是無下阿蒙 換一隻全部都兵強馬狀 所以打起來會變成什麼 天崩地裂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現在以色列 他就說我們國防部 這是他的名目嘛 說我們先 先守治人 先打了真主黨一頓 他說打的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發現 他們已經在備戰 積極備戰 所以很有可能對我們進空 發動了100架戰機當中 一定不乏有所謂的F-35 對我們講黎巴嫩 進行所謂的全方面的轟炸 但請問一下 這番轟炸有沒有辦法 遏制住真主黨的反擊 當然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真主黨號稱是在我們講 除了伊朗之外 在整個中東境內的兵強馬狀 基本上在組織是火力最強大的 所以你看他回進了什麼 320枚火箭和無人機 所以就是各位 你現在看到畫面 整個天空跟流星羽群一樣 為什麼我們說這個最可怕 因為你說羽群群 可是320枚很多 不對 我跟你講 真主黨有12到20萬枚 他是中東之冠 所以換言之 他比起伊朗 我給我一個背景補充 今天為什麼伊朗 反而確戰真主黨 如此的積極備戰 那我就講了 真主黨有領土嗎 黎巴嫩的確 他是一個國家 他不是黎巴嫩本身 他就只是一個 很單純的武裝組織 他沒有經濟體 他沒有土地 他沒有人民需要庫 所以對他來講 我只要有一兵一組 我就可以跟戰到底 那伊朗不是啊 伊朗那時候總統 跟我們講說什麼 不要怕啦 拜託 我的經濟才要開始而已 我經濟會瘋盤啦 對不對 所以這是兩邊最大的差別 他說我鎖定了特拉維夫 的確剛才俊翔哥也講了 每一枚都在空中被攔截下來 但問題是什麼 12萬枚如果真的全部打一半就好了 鐵熊系統能負荷嗎 因為今天鐵熊系統很厲害 他的防守率可能高達95% 但請問一下 如果防守的彈要打光了 該怎麼辦 所以各位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因為當這個火箭雨 整個往下的時候 你看 不要講人了 連雞都難以倖免 這不是肯德雞 居然哥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什麼 這是養雞場 但是養雞場隔壁的鄰居 突然聞到陣陣的香味 你知道是什麼嗎 全部都變烤雞了 因為整個火箭雨下下來之後 養雞場全部都著火 失火災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連養雞場都難以倖免 而這一場戰爭如果變成擴大 甚至是全面性的戰爭 恐怕不要講是雞肢 連境內的蒼蠅蚊子都難逃死結 我更擔心的是 在外海早就在那邊壓陣許久的 美國航母打擊群 到了這一刻開始 會不會變成美國以色列 對上的是伊朗聯盟整個大亂鬥了呢 美國其實今天這個動作 到底是要勸戰還是要止戰 我坦白講 他的目標在於 恫嚇真主黨跟恫嚇伊朗說 你給我比較閃閃的 因為我林肯浩也在這邊 我羅斯福浩也在這邊 換言之看起來像是 他替以色列做背書對不對 但其實不是 他是希望雙邊這個戰況能夠遏止 就是說你也制止一點 那與此同時以色列 他也沒那個理由去加大這個火力 所以當他上面當然猛禽 F35各位不用講 這叫高低差配 全部最優的火力 空中優勢 都放在這邊了 但你仔細看 曾組長的做法很有意思 他說什麼 曾組長官員說 週日對以色列攻擊 已經是延後的報復 換言之我們已經稍微 把他往後延了 息不希望發全面戰爭 換言之其實現在以色列跟曾組長 雙邊都有在克制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到了全面戰爭難以收拾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這是膽小鬼遊戲 我以色列嘴巴上 行動上也不能落下風 而曾組長當然也不能往後退一步 所以當這個所謂的 我們講膽小鬼困局 該如何解決 非常考驗美國的智慧 來看看這個誰 納坦雅烏 看看這是什麼表情 他告訴大家 武裝行動 軍事行動 還沒結束 要打到底嗎 當然他必須要這樣講 所以納坦雅烏 剛才俊翰哥問說什麼表情 我就兩個字 搶聲 你就在搶賭嘛 是 我來啊 你又來啊 我不出人輸定輸定輸定 拜託你嘛 所以他現在的意思是說 當我現在這個行動 已經開始的時候 因為畢竟現在是誰回擊誰 曾組長回擊啊 但以色列他再怎麼打 他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他要當最後一擊 換一次你打我 我就要再回 我要打最後一下 對 我就是要贏你這個 我就是要吃你這下便宜嘛 否則我沒辦法停嘛 所以你現在看 反而是曾組長跟以色列 他們現在最可怕的是什麼 因為伊朗領導的所謂的抵抗軸心 現在是只有曾組長跳進來 沒錯 那我問一下 胡賽組織如果也進來了 他周邊是不是 包括夜門 青年運動 哈馬斯 這些我們講的小的零零星星 對 他們的火力跟曾組長 比差 天差地遠 但現在變成是說 如果當大家看到這個戰況 一旦在延燒 大家都不克制 哈馬斯也跳進來 那以色列是不是又要血在血環 那我們的胡賽組織又進來 又要血在血環 那不好意思 那就是東南西邊四面八方 變成全方面的戰爭 所以這一個大亂鬥的 一個伊朗軸心的團戰 為什麼由曾組長打第一棒 發第一槍呢 嚇死人他被形容是 地表最強的非國家級的武裝組織 從天公 從他的彈藥 從他的地窖裡 到底藏了多少的軍備在裡面 對 我一直不用恐怖組織在形容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軍力基本上 已經可以跟一個國家媲美了 甚至是強勝於一個國家 你想想看20萬枚導彈是什麼概念 代表他來就是要抬 他對於所謂的進攻方 他是全面性的摧毀 換言之他的整個射程範圍 大概500公里內 這是大概中程導彈左右的距離 整個以色列境內 因為距離也不遠嘛 黎巴尼跟以色列 換言之你以色列全境 基本上你要防空飛彈我也有 你要坦克我也有 你要中程導彈我也有 你的全境都在我的轟炸 轟炸範圍當中 當然你的鐵窮很厲害 但大家現在不樂見的是 看到雙方各位 300枚已經把大家嚇死了 如果未來是1000枚 2000枚每天在那邊轟炸 那這整個中東局勢 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但現在最可怕的是 沒人能替政治樟踩煞車嗎 為什麼 因為他是政 軍 金 其實還加一個宗教 全面都一把抓在手上啊 換言之我愛打就打 我想打就打 而且其他組織根本不能跟我媲美 而且你想想看喔 我在頭前衝 你依人說你紅色的機子炸下去 對不對 寫在寫完 我替你爬 對 你敢把我抖 所以變成是伊朗要替他踩煞車 也很困難 所以最後你看喔 包括哈馬斯 夜門判軍現在在幹嘛 打傷船 換言之在中間 那個我們講的海域的部分 開始經過的 我也在那邊插邊球 我也在給你插回啦 這個叫做狼群戰術 一個珍珠島已經鋪上去咬了 其他人全部群起工資 對 但其他人沒有那個膽量 去打他們的本土嘛 所以我們就在海域上看到船 你給他打一下 給他摸一下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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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沒有 向旁邊的啦啦隊 嗚 嗚 嗚 所以我就說我現在最可怕的就是 雙邊騎死都沒有想要打到底 但如果一言不合擦槍走我 最後不小心打到底 那會釀成全球的大災難 好 廷輝 我們看到鄭主黨發難了 夜門胡塞組織緊接著蠢蠢欲動 後面有哈馬斯 如果伊朗這個老大爺動手的話 哇 團戰戰以色列 疲於奔命你怎麼接啊 當然啦 現在以色列的動手先怎樣 先邁向鄭主黨 為什麼鄭主黨先啊 因為鄭主黨已經補給完了 你知道嗎 鄭主黨現在他的火藥庫 已經充滿了 這一個月你知道他在幹嘛 都在跟伊朗要東西啊 然後俄羅斯在背後 也是間接的協助 所以你知道嗎 這一次的發動這個攻擊 以色列是在半小時之前 他獲得情報之後 結果派了100多家戰機過去 直接把那火藥庫把他轟炸掉 他半個小時之前 他知道你要動了 我先預防性的空襲你 是 所以你知道 鄭主黨他說他轟炸誰 轟炸以色列摩薩德組織 為什麼 就是情報太行了嘛 所以今天鄭主黨打他來講的話 真的是像一根針 去刺到一個大象的屁股啊 那沒有用啊 問題是這個大象一揮手 大象一打下去 一百多顆 一百多架 再進過去 你就腦震盪了 對啊 鄭主黨就完蛋了 快團滅了 但問題是什麼 他其實部隊還蠻多人的 因為在黎巴胺境內來講的話 真正能沉氣候的 就只有鄭主黨 當然執政黨不是他啦 問題是他真的還是可以搗亂 你知道嗎 他裡面擁有部隊多少人你知道嗎 一萬五千人到兩萬人之間 所以他還有兩萬多的後備部隊 加起來來講的話 事實上還是一股力量的 但是他現在在等什麼 等伊朗給他補充彈員 因為今天彈藥都被以色列 轟炸完之後 他怎麼辦呢 他只要等 等伊朗再給他東西之後 他就再打以色列 好 那我就問你 你一直告訴我們一件事情說 你不要看說 美國以色列 美國以色列 美國沒有那麼想打 真的想打的是以色列 現在稱心如意了吧 但我還是問 現在鄭主黨 再來伊朗 然後夜門胡塞 你可以多謝應付嗎 當然以色列有那個能力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像胡塞組織 這種是騷擾不是騷擾以色列 它騷擾西方國家的郵輪 他去炸破這個郵輪 讓整個運價 油價等等之類上漲 那是讓以色列這個什麼 以色列真的很想修理胡塞 問題是胡塞去修理別人 所以這種就是形成一個干擾戰 然後另外北方 東方 南方 事實上以色列要進行 所謂的多線作戰 所以這為什麼說 我們常常講說以色列要做為 所謂的中東的 想要當老大哥你知道嗎 問題是美國沒有想要當老大哥 美國想要一個是權力平衡的概念 所以現在以色列當然 你以他的國防基礎來看來講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防衛自己 如果他要越雷遲一步 他要進入到人家的領土來 要美國點頭 所以現在美國是把他拉住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看到 如果想要變成這個 以這個中東的整個區域大戰的話 就是要美國點頭 但是如果今天 要只是一個騷擾戰來講的話 你就看到以色列會把這些小團體 一個一個團妹點 最後聚焦在真主黨跟以色列中間 真主黨預告了 接下來還沒完 他要狙擊以色列的科技的 財經的經濟的重鎮 特拉維夫 如果一沒下去的話 後面會怎麼發展 那現在就要看以色列這個鐵熊系統 是不是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了 你知道現在他們做飽和攻擊 4000顆 5000顆 6000顆 你知道為什麼這次真主黨要用6000顆嗎 因為上次哈馬斯是5000顆嘛 他們測試過以色列的鐵熊系統 3000顆 4000顆防得住 所以5000顆防不住了 現在以色列要精進啊 所以他5000顆防得住的話 你政府長給他6000顆 7000顆以後8000顆到1萬顆 你想想看來講 這個是壓力測試 對 都在做壓力測試 然後以色列也要upgrade 然後真主黨也在upgrade 所以這其實兩方 雙方來講的話 都在這種小武器 或者是飛彈武器 防衛系統當中不斷的一直在增進當中 中秋快到了 今年中秋不是血月 可是你的心可能要淌血 為什麼這麼講 來 打不過我們來給大家看看這個 你看我手上的這一顆 這是什麼 這蛋黃酥 你有這幾個多少 包到水一碎這幾個 50 60 75 95塊一顆 要怕死 賣這個價格 我告訴你還有更貴的 今天新聞說486塊一顆 搶翻天 你還嫌他貴 有錢你都不一定買得到 所以今天偉漢帶我們來看到 你可以不吃蛋黃酥 可是除非你不硬景 不烤肉 要不然今天這一題沒有人躲得過 好 俊昌哥開場用一顆蛋黃酥 告訴大家現在目前的物價 飆上來了 一顆蛋黃酥來 打不過再拍一下好不好 供在這個地方 95塊的蛋黃酥 這是怎麼買的 這個其實說實在 嘴巴大一點人一口就吃掉了 那這樣子的話 一顆蛋黃酥要95塊 物價真的都飆漲了 俊昌哥 現在Z世代 他現在非常痛苦 為什麼 因為他們第一個 60%的Z世代新鮮人 他根本找不到工作 沒有工作可以做 新鮮人找不到工作 沒有正值可能part time 可是part time現在領時薪 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等一下跟你講 75%的上班族 每個月都存不到錢 也就是四個人 年輕人 你最近怎麼有存錢 都跟你說沒辦法 因為我的房租 水電費 跟我的吃 我就花掉我所有的錢 每個月都是月光族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蛋黃酥 痛苦都痛苦在哪裡 想哭又哭不出來 想吃又買不起來 蛋黃酥為什麼貴 俊昌哥來 我們今天跟大家提前 那有一個事情 三個禮拜以後 今天要跟所有的家長講 我也是啦 以前有一句話叫什麼 一家烤肉萬家鄉 對不對 但問題是叫做兒子烤肉 爸爸傷好不好 現在是借下的 烤不起的肉 一家烤肉萬家鄉 兒子烤肉爸爸傷 傷什麼 傷心傷荷包 現在烤肉超貴的 先講蛋黃酥了 蛋黃酥不用烤 可是吃蛋黃酥 在旁邊不是有柚子嗎 對 不是 烤肉在旁邊有柚子 對 然後有蛋黃酥嗎 蛋黃酥貴 剛剛俊昌哥講了一個 真的95% 為什麼 因為蛋黃酥的蛋黃酥 用鴨蛋做的 那鴨蛋現在目前貴 一公斤要48到50塊新高 然後裡面 你做外面的麵皮 要不要麵粉 麵粉也漲了30% 一公斤 然後你要不要放奶油 一定要 要不要放鹽 通通都漲 奶油漲三成 鹽也是32年以來 首次調漲 所以當一個蛋黃酥 它所有用的成本 全部都用料都要漲的時候 它一定漲 可是也太貴了吧 一顆大概80到100 剛剛俊昌哥95% 怎麼賣啊 你只要買一盒蛋黃酥 對不對 大不了1000塊一盒了 太陽餅比鳳凌酥都貴 好就是奇異蛋黃酥 第二個 我剛剛講 為什麼今年烤肉三個禮拜以後 烤肉 爸爸們要注意的 如果是爸爸付錢的話 因為烤肉會烤的東西 也全部都漲了 我們抱歉 今天幫他做一個整理 你看一下 烤肉的時候 我先看會不會被人老 要不要烤肉 一定要有肉 現在毛豬價格 對不對 824開始每公斤 已經大概100塊 所以豬肉 豬肉價漲 對 那美國牛 如果你要用的是美國牛的話 因為其實你去大賣場 也就有很多美國牛 貴 四月到現在漲多少 漲70% 玉米現在漲多少 漲了快3倍 2.6倍 吃不起的玉米 我們上禮拜有講 對不對 烤玉米現在都貴了 為什麼 因為漲了2.6倍 玉米漲這麼多 然後四季豆 一樣是漲這麼多 也是 都是漲2.5倍 2.5倍 玉米筍這個也是都是超過2倍 烤玫順長比較少一點 七七變88 那不就烤玫順好啊 不然玉米筍 玉米四季豆 通通烤不起 價格都是2倍以上 肉也貴 菜也貴 今年中秋怎麼烤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體感通膨 中秋節你就非常的有感 說到了通膨 冬季漲漲漲漲漲 漲這什麼道理呢 他就告訴你兩個字缺工 我想剛剛已經先埋了一個伏筆了 缺工為什麼變成了通膨海嘯 沒有人躲得過呢 好 來 俊翔哥 現在是8月 7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多少 2.52 所以又已經超過2了 已經快接近3了 3以上通膨了 是近5個月以來的新高 然後你看簡單講 跟大家做整理 食品類增加4.57 這個超過2.5了 漲幅是最大的 然後水果 驚西郎27.3% 蔬果8 外食費2.77 所以什麼東西都漲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薪水就沒漲 那你說薪水沒漲不對 薪水還真有漲 可是它漲得不夠 所以簡單來講 雖然月薪調了37.3% 可是俊翔哥 這8年前後每一個小時工作 從本來100多現在調到180幾了 衝得更快 對 所以每一個小時 增加了食薪更多了 我乾脆就當食薪員好了 食薪調了52.5% 調更多 這邊打勾了 這邊打差 所以月薪調的比較少 薪調比較多 怎麼辦呢 所以大家就去換算說 好 那我如果同樣做個工作 一個月這麼多天 然後我領月薪 我每天工作8小時對不對 我月薪這樣子算下來 可以拿多少 可以拿27000多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不是領月薪呢 我同樣每一天工作一個小時 用180幾去算的話 怎麼算出來會是32000啊 更多 對啊 所以今天我如果真的 你剛剛講月光族嘛 那現在我如果要拼自己的荷包的話 我幹嘛領固定薪水 我就去算終點啦 對 所以如果當領時薪比領月薪還要領更多的時候 那就會很多人寧可去做part time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啦 當然領時薪它有後續年終獎金的問題等等 這個我們可以再收 所以大家現在目前正直的找不到人 另外一個是什麼 太辛苦找不到人 一個是錢嘛 一個是太辛苦 你剛剛在講2萬3萬 如果你當客運的司機的話 一個人可以拿多少錢 多少錢 7萬塊 7萬塊 你跟我講找不到人 開來7萬塊 大家都衝去 像剛剛那個好市多量有沒有 衝成好市後 大家都排隊對不對 太多了 不啦 根本沒有人要來 7萬塊找不到人喔 7萬多的薪水開出來給司機 結果想不到居然還有空缺在那邊 不是沒有人啦 但是補不滿 還是有空缺 為什麼 因為太辛苦了 這個客運的司機 他們這個開車的過程當中時間很長 而且現在的客運的司機 還有一個你我不知道的風險 常常都堵到人家客訴 或者是客人跟他爭執 這就有可能被受 所以我不是說7萬不高 7萬在我們現在來講算高了 但是他的工作的那個 你看像有人在那邊吵架的 他被客訴了以後 說不定他被祭典 他被扣薪 他下課還不用做了 所以 喔 起腳踏手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 雖然這個工作 其實已經比一般的薪水都還要高了 但是他一樣有空缺 因為他完全補不滿 真的有那個大客運的執照的價值 有些人講說太辛苦了 我做什麼做不去 還是有人沒去做 另外一個更厲害 我們講鐵飯碗 一半鐵飯碗的台鐵 台鐵公司化了 但還是國營事業 你知道捧了這個鐵飯碗 馬賽不會不會離 為什麼啊 好 因為國營企業 今年1月的時候是通調 所以所有國營企業董事長都調 結果很簡單 台鐵董事長就調了一下 調了40% 大概一個月20萬 所以董事長20萬 基本上薪水大家都覺得說 你還要管 可是你20萬沒關係 你最後問得當主席 你好好地顧好所有員工 大家沒事 結果你要知道 這個台鐵工會有沒有 跑去送花籃狂課有沒有 他就是在酸 就是說你們做零高薪 我們基層員工調一點點 你調那麼多 因為他要符合說國營企業的一個調服 可是就牽涉到最近的一個有沒有 大鄰車站事件 居然跟你知道嗎 我知道在嘉義 對 那個張務員怎麼會被暴力對待 這是事可忍 孰不可願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新聞的話 有個阿伯他把他的那個 小的折疊腳踏車 好像也不能折疊小腳一台 他下了車游泳騎 他說我的腳不舒服 但是站務員 就是這位血性的站務員 一個女性的站務員 就制止他說 阿伯我們這裡不能騎 結果他們有衝突 甚至有肢體動作 阿伯好像揍了他 打了他的手臂 那他說我要去調監視器畫面 監視器畫面可以證明我被揍 有沒有 那怎麼辦 我當一個台鐵的一個站務員 我被打了我能幹嘛 他講抱歉我又 又被打了 他之前一次後來又被打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怎麼 阿伯講說我要駐行器 那你就去拿駐行器 你騎車 你騎腳踏車 那這件事情其實引爆了 台鐵的基層的怒火 兩件事嘛 一個是我們的權益沒有被保障 我們跟那個旅客有衝突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立場 第二個就是 我們工作很辛苦就算了 薪水比較低 而你一條那麼多 一次二十萬 所以整件事情爆發開來以後 台鐵現在目前 要好好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整個基層的怒火已經燒開來了 女性的站務員 他說難道我們現在都要自己 還要用密錄器 遇到事情以後被告 或是我們要告人 我們要自己找律師嗎 所以這個是兩個加在一起的 當你董事長心理的調高 而員工受到了侮辱 你沒有站出來挺他 台鐵會講說有啦 我想怎麼沒有挺 有啊 就發聲明說挺啦 可是員工的感受還不夠 這一點台鐵還有交通 這部可能要密切地去注意 我會看你 我知道你怎麼會 我會看你的 他就在一起 他就在一起 我會看你 你可想要密切地去 你不太想要密切地去